大家好 我是阿喲 沒有現在人在秋葉園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身後這邊 有很多寶可夢卡牌的東西 這一次我發現我們三年後來到日本 他們的卡牌相關的店家 就是包含那些二手腳衣 都超級超級多之外 太扯了吧 現在 它多很多像這樣的轉蛋機 那是以卡牌遊戲就為主題 那除了可以轉到卡牌以外 也有大獎就是可以直接抽到一盒 因為現在在日本 幾乎我在店家是看不到 我只有在狡猾機轉蛋機 瘋狂的看我們阿喲 的我們太金化二屬性的噴火龍啊 下面還有欸 現貨在賣的真的都賣的好貴喔 這一台機器它已經到第十蛋了 旁邊有貼很多就是別的玩家中獎的 拍例子 下面這邊它顯示的就是 這一台機器裡面可以抽到的 像這種已經貼貼紙就代表它已經出去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它是2000日幣一抽 獎賞可以看到有從SS賞到第一賞 那底下的這個呢 它說是Pack賞 就算是有點安慰獎 如果是Pack賞的話 那就是一包 某種用錢買快樂的故事 我們從第一天來秋葉原 看到這些轉卡機 這個不是轉卡機 這個算是轉蛋機 就非常令人好奇 可是我們有看到有別台機器 它上面其實是有寫說 這裡面的卡可能是有卡損 那像它這個一直保護好 就不會有卡損的問題 Push 我沒有買到快樂 各位觀眾 Pack賞 我該費2000塊買一包卡包啊 Pack賞 嗨 希望至少可以自選 Pack賞 Pack賞 好幾乎1枚取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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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獎 人生中第一次用2000日幣買一包卡包 好像是浮傘耶 活潑 對吧 巨錢螳螂 2000塊 下一台 現在小夥伴也上勾囉 緊張自己 哇你滾上耶 おめでとう Pack賞 呵呵呵 再來一包 呵 你連撲傘都沒有耶 衣服 GG 現在還發現一台抽籤的 更狠啊 各位 就5000塊一抽 那可以看到我們上面這邊 有機會抽到這些 比如說我們的小霞的寶石海星啊 然後小橘兒 它都是有四張啦 那不知道會有什麼 底下這些 5000塊 看到5000塊之後呢 旁邊還有1000塊跟2000塊 這一台2000塊的呢 它的獎 就是我身後這些 一樣有 阿噴的支配者盒嘛 然後也有 就是其他的卡牌 小獎 一樣會有卡包 那另外一台1000塊的呢 大獎的利價還在 還有起訴哦 底下就有其他的獎 但是1000塊好像沒有寫 它是可以拿一張還幾張 別的路邊的販賣機有寫說 可能1000塊就可以買兩張 那那可能真的是獎又更小了 總之 我們兩台 都來試一下 覺得我1000塊一直在飛走耶 果不其然 卡包一包 該給我卡牌了吧 169 169 感覺不太妙 因為很後面 啊現在我更驚訝的是 它有幫我們標出星星嗎 我們現在在這 這個店旁邊 那拉基歐會館裡面 五層都有耶 它到底要擺幾百台啊 這一經過不得了 現在這邊都沒有在賣 來開獎 全部啊 啊啊啊 我們的6000塊 不太妙了 然後這是我剛剛的169 有幾張啊 好像很慘耶 風速狗 驚胎了 我還以為它會給我一個比較普的 半圖或是普的什麼卡 我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 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 剛剛那間店外面的轉蛋機 它有分3000塊的 裡面如果不是大獎的話 沒抽中的話 有SR HR UR SSR 或是CSR的某一張 其實這聽起來 這好像比較好耶 那下面這一台 1000塊還是 如果你沒有抽到大獎的話 五張裡面會有兩張閃卡 我剛剛是不是 一張閃而已啊 這個呢也是2000塊 然後說如果沒中的話 是有五張 那也是有兩張閃卡 馬上打開錢包 啊這邊啦 中獎在這裡啦 好可愛喔 MiniQ旁邊是阿賽羅拉 覺得我剛剛換了一萬塊 快要 快要蒸發了 出來了嗎 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 我們的1000塊是打水漂了嗎 欸我摸到很多張卡耶 啊五張啦 果然是兩張浮傘 喔還有給我精靈球傘啦 該刷人好嗎 還要再拚嗎 現在小夥伴說 他想要看上面這個3000塊的 加了這個3000塊 我們將花了好像9000塊 因為我剛剛花了一萬塊 剛剛那是最後一張 這個 三千塊日幣喔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區域的啦 這邊是拉機優惠館的一樓 這邊又有卡牌店啦 在他們門口有兩台 然後他這邊就比較便宜 他有就是有三張說是300塊的 然後500塊 也有一千塊的 這個注意的是他就說 這邊是有中古品啊 或是有一些是可能有卡榫的 我想轉這一台 這一台是500塊的轉金卡 說有三張 但是他裡面呢會有標準以外 就是退環境 欸他可以用BB耶 想說我要貢獻出我最後的1000塊 我們這樣就轉了一萬塊喔 來出來兩張 啊是剛開壓 這就是沒中 啊很明顯不是金的 那是什麼 啊哈哈 破壞開捏 完蛋了 小夥伴也上鉤囉 很好奇耶 好來我們來開獎 當然覺得這500個真的划算比較多耶 詛咒娃娃EX 欸這還比較新耶 巨斷獎EX おめでとう 欸可是你兩個都比較新的 比我的新很多說 現在我們來到了同一層 看到了 居然有抽卡包的 然後它是500塊 欸買不到 沒關係我們用抽的嘛對不對 它一樣有我們的暗炎支配者啊 然後151 啊來吧 航空列流居然有耶 Touch 再來一包 OK 先來看我剛剛的樂卡包是 哎呦黑炎支配者 要暗炎支配者 另外一個是蝶懸暴擊 來看一下 好我們開到的是電鍍啊 再來又買個夢想 他覺得這個500塊 才是比剛剛的2000塊好多了呢 又是浦傘 怎麼又是你啊 欸 然後再來這邊呢 這是剛剛 看到我轉之後 小夥伴也很想要 所以他也轉了兩盒 我來看一下 我們的Gold Rush 到底有沒有夠的呢 欸巨斷獎EX好很多耶 那另外一張呢 哦 我們的布里卡龍 這邊就是Ryu 花了1萬日幣 加上小夥伴 國內之外的 三分日幣的結構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店 我們沒有去 但是感覺 第一個抽2000日幣的那個 是我們前幾天 其實就看到有蠻多外國人在玩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 那其他台 反而沒有看到那麼多人在玩 剛剛大家也看到啦 我們抽到的 因為樣本數不多嘛 所以也不太清楚說 他的 獎賞的分布是什麼樣 只是我們 花了2000塊買一個卡包 結果沒想到 我後面那個500日幣 我就可以買到一包 比2000塊日幣是可以選嘛 那500塊日幣 那邊算是水寄出來 只是我剛好都拿到通帳卡 剛剛開出來 如果是單買卡 來說的話 剛剛那個500日幣 都出V或EX 好像機率感覺好那麼一點點耶 這就讓大家參考一下啦 感覺 轉金卡那邊的是不是好一點呢 感覺啦 嗯 以上就是今天的卡牌販賣機影片啦 不得不說 這卡牌販賣機 真的多 非常非常多 那我也三年沒來了 不知道大家三年前 對於秋葉原是什麼樣的印象 也歡迎可以在影片下方有點高的溜辣 如果你也有轉過 歡迎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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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